接下來開始進入有計算的範圍 叫做第一種叫做熱量 兩個溫度不一樣的東西 中間會有一個能量的轉移 這個能量我們稱之為所謂的熱能 那麼如果把它數量化 它的多廣就稱之為所謂的熱量 兩個溫度不一樣的玩意兒 中間就會有熱能的轉移 這是一個重點 未來會告訴你會從高溫轉到低溫 這是未來的一個重點 OK? 熱能、熱量 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歷史上我們曾經把熱當作是一種物質 經過了好久好久以後 我們才知道熱是一種能量 所以現在就喜歡問你 熱是一個物質還是一個能量 答案才叫做是一個能量 它不是一個物質 就是因為歷史錯誤的關係 歷史錯誤的關係 歷史錯誤的關係 好 兩個溫度不一樣的東西放在一起放久了之後 一定會達到熱平衡 溫度會一樣 溫度會一樣 溫度一樣 叫做熱平衡 溫度相同叫做熱平衡 熱量由高溫轉到低溫 OK? 所以呢 利用溫度去量 這就是最後兩個溫度 好 然後呢 吸熱的 剛剛提過了 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是溫度上升還是溫度下降 你就知道它是吸熱還是放熱 液體的兩面 我吸熱 我溫度會上升 我放熱 我溫度會下降 你看到我溫度上升 你就知道我在吸熱 你看到我溫度上升 我在放熱 就是這個意思 OK? 吸熱溫度上升 放熱溫度下降 OK? 然後呢 熱的產生有一些方法 可以靠摩擦 這個冬天到這裡都會做對不對? 戳手啊 戳戳戳戳 覺得好熱好熱 摩擦可以升熱 還有靠壓縮 可以靠壓縮 好 這裡幾個打氣筒之類的 這裡有一個影片 就是告訴你 我壓縮然後會升熱 這個小小的可以燒的棉花 這類的東西 點火棉 壓縮 省熱 會 不會這樣嗎? 會 那個 街頭科學實驗室 有做過另外一個 跟它類似的實驗 就是要靠這樣壓縮 然後讓它產生熱 然後產生東西的 結果有做過另外一個 類似的東西 那個是 那個 是讓它炸掉 讓它去引燃那個炸藥 碰碰碰的 那個感覺比較刺激一點 OK 好 就告訴你說我可以升熱的方式 欸 E F